他们来自全国各地 甚至来自遥远的中国 带着对未来城市的愿景 我们最美丽的部分是我们的桥 因为我们可以通过这座桥来制造风能 我们交通主要靠这座桥 未来城市竞赛让青少年负责建设一个 能够应对挑战的城市 今年的挑战是地震等自然灾害后的恢复能力 这些模型必须用不到100美元的可回收材料建造 水收集系统和蓄能器实际上是电吹风的一部分 这两部分实际上是存放隐形眼镜的盒子 但在这些奇思妙想的背后 是一些严肃的工程设计 每个小组都必须向观众和评委 展示他们所设计的城市的恢复能力 海滴是用混凝土和钢材建造的 以减少潮汐对海岸线的影响 当海面上升时 IDA卫星就会启动海滴吊装系统 这不仅是基础设施的问题 你是否考虑到了你的市民 如果有人想建一座50层的高楼 我们就会达成协议 要求其中20层必须是给低收入人群的保障性住房 工程学宣传组织举办的这项竞赛已经将近30年了 项目主管西亚萨哈说 这是一种非传统但有效的教学工具 他讲述了一个男孩 问他的老师 他们什么时候才能回到真正的学习 你知道就是那种我们只是坐在那里看书 告诉你答案的那种 他说好吧 关于雨水 你知道什么是你上周不知道的 你对刻度有什么了解 你对这个有什么了解 当你在做的时候你会很开心 他说这就是学习 我想做更多这样的事 获奖者将为学校的科学项目赢得7500美元 并获得一次以科学为主题的夏令营之旅 今年的获奖者来自宾夕法尼亚州的华为中学 他们表示他们也学到了现实生活中的技能 我认为最困难的部分是当事情没有成功时 努力不让自己沮丧 我认为我们的团队成员确实为此做出了贡献 沟通是关键 是的 没错 人们认识到当你建造一座城市时 工程只是等式的一部分 美国之音 巴拉格纳 华盛顿报道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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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